來我們看一下 根據標準身材定義 肚臍高度處於身高 肚臍與頭頂的距離處於肚臍高度 今天有一個人身高150公分 肚臍高度是90公分的女孩 一穿高跟鞋來提高 身高與肚臍的高度 來滿足標準身材定義 問你這女孩子應該穿多少公分高跟鞋 應該會比較恰單 怎麼說 今天有一個女孩子 老師舉例 很抱歉老師的美術天分不太高 有一個女孩子在這邊 他說 他身高自己150身高150 原本他身高150 身高150 可不可以嗎 肚臍肚臍肚臍在這 肚臍高度是幾 90公分 OK 90 那我今天要穿上高跟鞋 高跟鞋穿上去之後 你看一下 會把高度把這樣挑高來 對不對 會把大家的高度 身高也挑高 肚臍高度也挑高 對不對 所以說假設他穿上高跟鞋之後 這高跟鞋高度是幾 AKS這樣行不行 所以說假設他穿上高跟鞋之後 高跟鞋高度是幾 AKS 那老師問你 他要穿上幾公分的高跟鞋 才滿足這個條件 所以說老師問你 穿上高跟鞋之後 肚臍高度是幾 變成90加AKS 所以說你就帶入這個公式 完美比例公式 所以穿上高跟鞋之後 肚臍高度是90加AKS 身高 變150加AKS 這變成身高了 等於肚臍和頭頂的距離是多少 老師問你 這原本是150 這原本是90 所以說這原本中間差距就是幾 60 對吧 所以肚臍的高度 剛才講過 穿上高跟鞋之後 肚臍高度是幾 90加AKS 這樣行不行 麻煩你利用這個式子 去把AKS算出來 這樣行不行 怎麼算 麻煩你把這兩邊交叉相乘 它可以寫 S加90的平方 等於60乘3 150加AKS 這樣行不行 把它倒開 A加B平方 A平方 加占S平方 加占2AB E80S 加占B平方 8100 把60乘進去 9000 加占60AKS 把一下 得到S平方 加占120AKS 對吧 把900 1怪 把9000 等於幾 減掉多少 減掉900這樣行不行 等於幾 0這樣行不行 麻煩你把AK算出來 這時候可不可以是分解不行 所以說用公式解 AK是幾 2A 2 分是負V 負了120 加減根號 B平凡行不行 可不可以號 120平凡自己 14400 0 0 平凡減幾 也是4乘1乘 負900 減掉負900 減掉4乘負900是幾 負3600 減掉負3600 並加上3600 所以算出來分母是幾 2 分子是負120 加減根號多少 18800 抱歉 18 000 對吧 所以加起來之後它是幾 18000 這樣行不行 好麻煩你把這邊開根號 好不好 可不可以號把這邊開根號 算是2分是負120 這怎麼開 它可以開成多少 60乘3幾 根號5 對吧 它開始 60乘3 根號5 因為60的平凡自己 3600 3600乘3 有沒有18000 有嘛 所以它可以開算是60乘3 根號5 所以算出來是負60加減 多少 30 根號5 這樣行不行 但是最近 請了心嗎 不行 所以說老師可以知道 負的解案 不合 這樣行不行 因為高跟弦沒有負的 高度沒有負的嘛 所以說這時候 可以承認幾 負60加3 30 根號5 麻煩把它算一下好不好 可不可以號 根號5是幾 根號4幾 2.2 因為這時候乘上30 好不好 你用2.2 太籠統了 所以老師接你好不好 這時候我們採集到 2.23 這樣行不行 好不好 所以說你看一下 負60 所以大概大概30乘上2.23 乘起來是幾 66.9左右 所以算出來是幾 6.9 這樣行不行 所以說告訴我 它最接近的高度是幾 7公分 這樣行不行 請後OK麻煩你把這邊看一下 OK 好不好 因為節目說要取什麼數 整數嘛 所以追輕性整數是幾 7 OK麻煩把這邊看一下 謝謝 謝謝 17 謝謝 感谢观看